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来三思 第一可不可以不做 第二可不可以明天做 第三可不可以退个别人做 某官员说虽然我的家人在美国 但我永远忠于我的祖国 某主持说虽然我加入了美国国籍 但我依然深深的爱着我的祖国 潘金莲说我虽然天天晚上都在陪着西门庆 但我深深的爱着我的老公 五大郎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 我成天真的以为钱能买到幼儿 钱能买到爱情 钱能买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长大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我没那么多钱 人生啊就像在等电梯 等好长时间电梯都没来 你破口大吗 结果发现是你自己没按的 我怀疑我小时候也中过甲育苗 现在开始有反应了 一赚不到钱我就感到心发欢 浑身不得进 甲育苗真正汗死人了 一个老太爷去做大宝剑 说好谈价钱一百八十八 结果最后收一千八百八十八 老太爷活活就被气死了 结果娱乐场所赔了一十八万吧 这个故事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做人不要 英小失大 感觉现在啊 我们女人很不专一哦 老是看韩剧 一会儿李敏昊 一会儿都教授 现在又什么宋宗鸡 这就是感觉我们女人很不专一的地方 是我们女人花心对不对 还是你们男人好 一看你们男人很专一 就当他喜欢漂亮妹子 这一个品种 今天下午熊老大和我说 他回到家嫂子就跟他讲 今天的菜可以选择哦 然后熊老大说哦 老婆你真好 都用哪些菜给我选呢 然后嫂子说 面条 熊老大叔说 然后呢 嫂子说然后没有了 熊老大就说 那你叫我选什么东西嘛 嫂子说你可以选择吃或者不吃 哦 这么选啊 傻呀我不吃 吃吃吃吃吃 来 给我忙忙的装一袋碗 我全部吃掉 白玉堂和展昭说 笔是你 大名鼎鼎的大侠 既然帮狗帮办事 展昭说 你懂啥啊懂 包大人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官 包公在旁边叫起来了 小展展 你不要瞎说啊 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哎 你们我们还没黑到那个程度吧 我们来做一个问答环节 问 卖萌需要注意什么 打 需要注意展向 问 都市降龙十八掌 是乔松厉害还是郭静厉害呢 打 很明显乔峰厉害呀 郭静怕老婆啊 乔峰一巴掌把老婆拍死啊 问 新买的口红 男朋友觉得不好看怎么办 打 换 换男朋友 三个问题 这是什么 男人算金星是什么 打 就是将来会有钱 那安全感呢 打 就是现在就有钱 那成熟稳重呢 打 就是一直很有钱 最后 我来为大家 朗受一首诗 诗不诗啊 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我是你足心的理想 敢从神话的猪丸里挣脱 我是你雪背下古莲的培养 我是你挂着泪珠的小窝 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抽跑线 是你飞红的黎明啊 正在喷泊 祖国啊 我是你食伤一分之一 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 你以伤痕累累的文凶 喂养了迷茫的我 生生的我 沸腾的我 那就从我血肉之去 去取得你的富饶 你的荣光 你的自由 祖国啊 祖国 我亲爱的祖国 大家开心快乐哦 开心快乐最重要哦